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ESPA成员妮妮 前一阵子公开过 因为卡西亚没把脚末延 右眼视力非常非常不好 几乎是失明状态 所以平常一直都会使用眼药水 来让眼睛不要太干燥 而甚至在妮妮化的化妆 也总是能看到一只眼睛打上叉叉的图画 但是今天却公开了ESPA会参加 即将在6月25号举行的Waterbomb庆典 Waterbomb是韩国最大规模 以水为主题的音乐庆典 虽然参加的歌手们都会拜托观众们 不要将水墙射在脸上 但就是有些非常不听话的观众们 只是射在脸上 就算戴眼罩也没用 所以现在粉丝们都非常担心妮妮 在这里更让粉丝们担心的是 目前成员急着 因为健康问题已经缺席了几个行程 但是看ESPA令人行程的话 11号美国庆典 16号韩国乐天家族演唱会 18号越南公演 24号印尼雅加达公演 25号韩国Waterbomb 29 30号泰国曼国演唱会 非常忙碌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已经有一位病的成员 也有眼睛不好的成员 粉丝们也都知道 还让他们参加那个行程 一点都不考虑艺人的健康 就安排行程 真的太惊悚了 最近疯子实在是太多了 也有可能不是涉水而是涉别的 太危险了 越不要让他们涉 他们就会越集中涉那个成员 一开始安排这个行程的SM是疯子 明明就是Waterbomb 一点都不为歌手着想 骂我们毛病多也可以 希望能取向 朝着脸设的人真的是傻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因为现在很有人气 所以是想要尽可能的安排很多舞台 别的歌手也参加了Waterbomb舞台 搞不懂粉丝们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所以对于Espa参加Waterbomb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不小心SM就会让奶奶都挑战的事情 这个挑战就是 这个发型 1999年洗暗 2004年同邦星级 Trianger 缺钢腔蜜 2023年NCT一里起 Ayo Taeyong 甚至还越来越进化了 啊是吧 现在也在做这个疯了吗 KK 太好笑了 粉丝们应该会很上火吧 幸好 Taeyong没有用那个发型来打嗝活动 真的是幸好 最起码只是让年职成员做KK 最后的照片很像死亡笔记本中的死神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下期见